如果我今天把刚刚那个009的 把他拿来这边改 怎么改 特别对其实是一样 For i 等于2到10 那意思是我要把他的工资 这个储存格一个一个带 一个一个抓出来干嘛 做比对 跟哪个比对呢 跟这个跟这个比 如果这两个比完之后 他既大于等于他 而且小于或者是小于等于他的话 那就帮我累加 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就跳过 意思就是说 前三跟后三的 那程式该如何转 一我们就不是用自串 所以不用LAT 所以把这个前后的东西拿掉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们不是A栏 而是B栏 B栏做什么 把B栏里面的资料抓出来 所以意思就是把38,000拿过来 拿过来做什么 比一下 是不是大于等于多少 大于等于哪个储存格呢 这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当然如果直接 因为他不会动嘛 所以你就直接指向他 这个储存格叫什么 Range的12 所以你就这边打一个Range 假设 我放在Range 那你就打一个12就可以了 OK 好 这样第一个 也就是说他是前三个 如果4的话 或者是什么 后面就是后3 那后3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直接拿这个复字 复字贴过来 贴在偶的后面 然后呢 这个储存格的值哦 如果小于等于 所以小于等于 然后把他改的就是F2 有没有 这边改一下 好 如果这两个 或哦 所以这个条件 表示是前三 这个条件表示后三 其中一个条件为处的时候 因为是或嘛 其中一个为处 就为处 那我做什么 把他原来的工资 帮我累加到上里面去 加完之后的话呢 再丢到第二里面 第二里面就OK 这第二就把它删掉 OK 然后一样 输出的位置 一模一样 所以就不用改了 所以基本上我只有改哪里 基本上只有改这里而已 OK 就大功告成了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执行看看 如果OK的话 那表示应该就 第一个是不是 我不确定 第一个是 他就38,000 那就把它累积到上里面去 OK 然后再来的话 第二个是不是 第二个也是 然后就加38,000 再加37,500 加累加 一再一推 全部都累加 全部把它跑完好了 执行 20650 你看一下 一模一样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已经预先 把这两个出称歌 的资料已经都做好了 如果未来你用VBA 假如没有这两个东西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也可以用动态产生的 比如说你可以怎么样 假如这两个里面东西没有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先做 比如说这个是Range的 这个什么 假设Range12 它里面的资料 那你当然可以把公式 这个的公式 直接 直接把它 放到这里来 然后这个公式的话 这个是Range的F2 它里面的公式等于双以后 然后把这个 如果将来以后 你希望不要让人家知道 这个都会来删掉 OK 那你可以这样 这样如果刚刚 假设没有这两个 那你可以把它丢到这边来 这样执行 这个把它删掉 一样可以产生无妙的结果 可是 你想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 不要让这两个出现 其实可以 像我在云端上就教的 就是你就最后 再把 再把这两个里面的资料 再把它清掉就好了 这样不就达到什么 让人家不知道说 原来你是偷偷使用什么 Large跟 Small OK 那你想说 老师你为什么这样做 主要原因是因为 VVA里面 也没有Large 跟Small 这两个函数 所以以后 假如说 我们需要Large跟 Small 这两个函数的 这种作用的话 那我就直接 偷偷的 偷偷的 你不能偷偷的 如果你想说 老师那会闪动 你就不要放前面 你就放 就边边 没有人会去看 边边到底 你有没有丢东西 你就丢到远远的 对吧 执行完之后 你只是把那个结果拿回来 然后让它Run一下 那不就OK 那这种做法 其实就是巧妙的 运用VVA本身 没提供的函数 但是Excel里面 有提供函数 那我就是把它的Run 结果拿来 然后呢 提供我以后VVA里面 需要的这个值 来做判断 就OK了 所以这也是一种 变通的方法 然后给同学说 老师那如果 我不是这样写 也可以 但是问题 你VVA程式要写的 非常容易 变成说 你VVA里面 你就要自己去写Large 自己去写什么 哇 光程式就写一堆了 所以我一直强调 写程式尽量就是 用比较短的方法 比较简单的方法 而不是说 你学的VVA就是 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反而更麻烦 那你都不要学算了 所以很多人一定会放弃啊 哇天哪 光看到程式就晕倒了 还谁会想要学 尽量 尽量 尽量教各位用一些比较 算是又不会说增加太多负担 然后又可以看到一些立竿见影的方法 OK 提供给各位参考 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那当然呢 VVA在呼叫 那个 Excel的 函数 还有别的方法 我在云端上有放 它可以呼叫 一个叫 Application.workthrough function 就可以直接去存取 Excel里面的函数 但我后来发现了 哇 那个方法可以用 但是问题是 程式太长了 你一定要先打Application.workthrough function 才可以存取 OK 如果跟这个比起来 我觉得这个好像比较简短 所以如果假设 你有兴趣的话 云端上我也有放 那个另外一个版本 反正我如果多个版本的话 我会补充在云端上面 那请自行再到云端上面阅读 如果实在是做不出或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再发问没有关系 OK 好 那试一下这一题 所以今天的话 等于是说后面补充了 用Sum相关函数 其实 只要你会发现 很多地方 其实Sumif如果 它基本上有些弹性不是很好 OK 有些东西做起来 也许不能够完全符合你的工作需求 那我是建议 你不如就直接想想看 BBA有没有办法帮你完成 然后把两者的优点结合在一起 做出你要的这个结果 OK 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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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